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堆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如果说赚钱是一种能力,那花钱绝对也是一种同等重要的能力。 很多人不会花钱,把钱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日积越累,钱越胜越少,人也越来越穷,甚至落得身无分文的悲惨境地。 所以,一定要学会合理地支配自己的积蓄,清楚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把钱花在刀热上,才能更好的理财。 想一想,你真的清楚自己把钱花在哪里了吗?这些钱帮你得到想要的东西了吗?到底什么钱应该花,什么钱绝对不能花?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分析整理了五件不要浪费钱去做的事情,希望大家看完后能收获正确的消费观, 别再把钱浪费在无用的花销上。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吝啬手中的点赞还有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第一件事,不必要的信用卡透支。随着信用卡的普及,买东西越来越方便,即使钱不够,也可以刷信用卡透支消费。 实际上,这是银行向持卡人提供的消费信贷。 虽然我们可以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先行消费,但之后必须及时补足资金, 并按规定支付一定的利息。有的人在刷信用卡时,完全忽略了银行的规定, 而一时兴起,超出自己的还款能力,进行大额消费,过度透支。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很严重。 过度透支信用卡一旦违约,就会影响个人诚信记录,并被拉入黑名单,影响你的个人信誉,无法再在银行办理其他业务,例如办理贷款、房贷和车贷等。 过度透支信用卡会产生高额的利息和支纳金,一旦预期未还,将付出很大代价。 过度透支信用卡在银行多次催收拒还款的情况下,仍未履约还款,银行有权以信用卡欺诈的名义起诉用户, 这就涉及到了经济犯罪,会视情节被判刑。 由此可见,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只图一时痛快,就盲目过度消费,透支信用卡,给自己设下陷阱,最终导致财产损失。 不要再为过度透支信用而买单了,这种钱花得实在不值。 第二件事,沉迷买彩票。 买彩票就是穷人的智商税,这种税是主动交钱,并且交完钱买到彩票后, 穷人们还乐在其中,幻想着自己就是天选之子。 其实,每个人都很清楚,彩票中奖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甚至更低, 可依然有人想通过彩票一夜暴富,从此闲鱼翻身,改变命运。 正因为购买彩票的穷人智商税,恰好在每个人可以承受和支付的能力范围内, 才有这么多人乐此不疲,趋之若鹜的购买彩票。 这种潜在的报复机会,是很多人目所能及,最快速,最便捷的办法, 可成功怎么会这么容易呢? 大多数人接触彩票的初衷,都是想着随手买一张碰碰运气, 说不定就能中奖了呢? 反正几块钱买一张彩票,就当是玩玩,全当为慈善事业助力了。 但长此以往,一旦沉迷于赌博心理, 既希望于这种极低概率事件,而忽略了自身奋斗和努力, 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有些人已经把买彩票当作是事业来做了, 每个月拿出固定的工资买彩票, 甚至天天做着重大奖的美梦, 倾尽所有去研究彩票。 这些人就像招了魔,为了彩票可以抛家企业, 家也不顾,工作也不管了, 早点认清彩票的本质吧, 去掉工艺的鲜亮外衣, 其产品实质就是赌博, 不要把辛苦赚来的血汗钱白白浪费在买彩票上, 这些钱可以做更有意义的投资和理财。 想知道什么样的投资理财收益最高? 欢迎加入我们的对境机遇交流社区, 在这里你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讨论 并分享各种好的投资理财方案, 还可以找到各种你感兴趣的主题, 包括如何经营YouTube, 如何网络赚钱, 如何个人理财等, 我们也会定期分享免费培训课程, 电子书和超实用的软件等社区福利, 点击视频下方信息栏里的链接免费加入, 期待和你在这里相遇。 第三件事,炫富, 到高级餐厅吃饭, 必须拍照发朋友圈, 否则就等于白来了, 外出旅游住个五星级酒店, 赶紧发个定位昭告天下, 即使买不起名车, 勒紧裤腰带还是能买下一个二手名牌包包, 几只大牌口红, 赶紧发图炫一下, 渐渐的, 很多我们花出去的钱, 都不是为了商品的实用性, 而是花给别人看的, 随手翻翻社交媒体, 大家都像是突然赚了几个亿的爆发户, 不断炫耀着自己, 提高了好几倍的生活质量, 要花钱给别人看, 内容就越简单粗暴越好, 照片配文干脆单刀直入, 只有一句, 看看新买的手表, 这辆车价值多少钱, 或者直接拍一段手抓钞票, 漫天挥洒的十秒短视频, 那场面别提有多刺激了, 炫富已经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 甚至导致一些人的腐化堕落, 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不归路, 当人们看中自己的财富地位, 权贵身份时, 就要尽其所能地去炫耀和攀比, 把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定位在不断满足日益升级的炫富上, 炫富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 为了摆阔一致千金, 大肆挥霍钱财, 这种非理性的金钱消耗浪费了本可以节省的资源和财物, 而炫富对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的耗费, 也直接导致社会公共资源的缺失, 所以不要再为了面子而活, 别再把钱浪费在非必要的消费上, 记住, 钱不是白来的, 你挥霍得越多, 将来要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 第四件事, 忽视理财, 曾经有一句特别流行的话是这么说的,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意思就是理财能帮你钱生钱, 有人认为买理财产品费钱, 从不买银行理财产品, 殊不知银行资金链优势很强, 因为很多人把钱存银行, 所以银行比保险公司券商更有钱, 银行把大量的资金投放到那些回报率高的项目里, 并从中赚取更大的利益, 如果此时你也买了他们的理财产品, 就等于你跟着他们一起受益, 尤其是退了休的人, 更应该投资银行理财产品, 他们的回报率比单纯存银行吃利息要高很多, 可以让你每月不多的退休金变成更多的钱, 钱生钱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投资理财是一个人必须学会的能力, 在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的, 比如在教育上的投资, 就非常必要, 你受的教育越好, 未来的机会也就越多, 而学的东西越多, 你面对机会的时候也更容易抓住他们, 除了教育的投资, 还有养老金上的投资, 投资养老能让我们的晚年生活得到保障, 老有所依, 当然还有对家庭的投资, 对人际关系的投资, 这些投资会为我们的家庭和事业提供更长远, 更周全的保护和提升, 投资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学会的, 但是我们要学会转变传统思想, 善于投资理财, 建立科学的财富观念和思维, 第五件事, 不做风险评估, 贸然投资高风险产品, 目前在投资市场上, 有很多高风险高回报的产品, 面对诱人的高额收益, 有些人盲目地追求高回报, 而直接忽视了背后的高风险, 有些时候, 甚至明知道风险极高, 可能血本无归, 也非要孤注一掷, 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资金能否收回, 也不考虑自己对风险的承受力有多少, 对于资金风险承受能力低的人而言, 这种偏执极端的理财行为, 明显是错误的, 因为一不小心, 很可能会导致颗粒无收, 甚至是倾家荡产, 尤其对于那些工薪族, 他们收入低, 存款少, 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低, 在面对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产品时, 最好是谨慎选择, 避免造成财务损失, 社会上还有一些人, 他们手里确实有一些钱, 但是缺少投资理财的常识, 盲目自信, 从不在乎小钱的积累, 总认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这些人平时都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挣大钱, 对于小钱的积累不屑一顾, 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浪费, 这些人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那些真正会投资理财的人都知道, 小钱的积累是很有必要的, 俗话说, 不积魁步, 无以至千里, 虽然数量少, 见效较慢, 但长久坚持下去, 总有聚少成多的一天, 只要合理利用, 小钱也能变成大钱, 这种不在乎小钱的行为, 一定不能有,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关于花钱的五个坏习惯, 希望大家通过收看我们的节目, 能有所收获和思考, 记住, 学会花钱是一种能力, 会花钱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看到这里的朋友别忘了关注对境机遇, 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吧。